嗨,我是大寶 让大家失望了 对于我的言论不大 我诚恳地接受大家一切的批评和建议 这个两眼通红的男人叫李佳琪 他是中国大陆的一位顶流网红 在2023年9月11日一天内 他掉粉超过100万 直到影片发布的此刻 他还在一直掉粉 所以,他很3C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李佳琪是谁 没有关系,给我30秒 李佳琪是中国线上直播带货的元老级网红 早在2016年的时候 他就因为直播带货而爆火 一开始的李佳琪 带的货主要是口红等美容护肤彩妆的产品 后来就延续到家电、数码、生活用品等等 他凭借着一个男生亲口嗜口红的行为 打破传统框架 以专业的知识技能、真诚热情的态度 打造出一个体贴的男闺蜜的形象 他的粉丝被称呼叫做 李佳琪女孩 或者男孩 那他的业绩到底怎么样呢? 先不说远的 就说今年 2023年3月8日妇女节这天 李佳琪的直播间 一天的带货销售额就超过了28亿人民币 按照直播行业的平均水准 主播的佣金比例大概是20%到40%之间 当然 李佳琪作为行业的头部主播 可能能够拿到更高比例的佣金 但不管 我们就按照20%进行估计 仅仅算佣金 李佳琪直播间在那天晚上 近账5.6亿人民币 有媒体估计 这个老兄的个人税后年收入 高达18亿人民币 就这个水平 已经超过了93%的 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的净利率 那这位神力般的老兄 到底是怎么得罪他的粉丝们的呢? 这一切 都是源自于2023年9月9号晚上的那场直播 当时 李佳琪正在介绍一款花溪纸牌的眉笔 有网友就在留言区吐槽 发牢骚 说这个花溪纸这个品牌 真是越来越贵了 这一句话 就瞬间引起了李佳琪的反感 于是 他就开始质疑粉丝 睁眼说瞎话 这瞬间莫名的脾气 着实让人感觉有点吓到 接着 他就顺着自己的脾气 说 他是国货品牌 做生意非常难的 国货品牌很难的 我跟花溪纸跟了多少年 他怎么起来的 我是最知道的一个人 是 这些话 乍看上去都非常正常 你帮厂商说两句话解释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放在刚刚怼完观众 睁眼说瞎话的后面 就有点不合适了 那粉丝会想 什么叫你跟花溪纸很久了 那我们跟你就不久吗 粉丝们对你有充足的信任 长期观看你的直播 相信你能够作为头部主播 帮粉丝跟厂商议价 争取到比较低的价格 结果现在 你不是在帮顾客 帮粉丝说话了 你反而在帮着花溪纸 在教育粉丝 教育顾客了 你这什么情况吗 然后李佳琪又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们都差点把他们家掏给我了 怎么是给你呢 花溪纸不是应该 赞利给观众 赞利给粉丝吗 所以很明显 这个时候的李佳琪 他早就把顾客 把粉丝忘在脑后了 所以这几句话 让他的粉丝感觉到非常不爽 但是 如果仅仅只是这些 顶多算一个直播的小插曲 不足以让他掉一百万本 接下来 才是真正爆炸型的目标 李佳琪 在他的女助理 已经提醒了他好几次的情况之下 是 快点滑死心 好不好 很划算 你不要帮我放过 彻底放飞自我了 有都是找找自己的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了工资掌备账 有没有认真工作 好不好 这一席话 让他的粉丝们 还有他的女助理 还有蔡大宝 都震惊了 李佳琪啊 你个傻小子啊 你是在质问那些 普普通通的上班族 因为穷酸 因为不够有钱 才买不起你的花锡子吗 你是在质问你的那些粉丝们 李佳琪女孩男孩们 工作不够努力 不够认真 才沦路到工资长年不长 以至于买不起你的花锡子吗 你好高高在上哦 你好大的威风 这个时候啊 你可能会想 李佳琪凭什么有这个底气说这个话 敢这么猖狂傲慢 我就有这个疑问 于是啊 这两天 我收了一下他的个人经历 之后我就明白了 哦 原来 他是一个认真工作的人 李佳琪刚毕业的时候啊 在欧莱雅专柜做美容顾问 是一个月薪三千的贵哥 2016年 直播带货的趋势风口啊 正在中国形成 马云的淘宝直播就上线了 欧莱雅决定搭上这场直播带货的风口 于是 在2016年底 欧莱雅和一家网红孵化公司 叫美万合作 办了一场淘宝直播比赛 李佳琪就参加了比赛 成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最终签约了美万 成为一名美妆带货直播主 于是 李佳琪白天在柜台当贵哥 晚上下班之后就开始直播 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 她的直播密度也很高 曾经达到过一年365天 直播389场的记录 所以她是个努力的人 但是 李佳琪啊 你忘了一件事 人一旦成功之后啊 往往会高估自己的能力 而忽视那些其他的要素 你当时为什么能火啊 个人努力当然不可或缺 你天天躺在家里 亿万的资产不可能从天而降砸你头上 当然 富二代除外 但是除了你的个人努力之外啊 其他的那些客观条件 那些天时地利人和 你忘记了吗 叮咚他应该是忘记了 各位观众别忘记点赞啊 为什么你李佳琪能够成功 第一 在成熟的技术支撑背景下 4G 5G的流畅网络 便捷的网上支付 快速发达的物流体系 你得益于2016年直播 以及直播带货的整体风口 在那个时候起飞 第二 你得益于你所入住的淘宝直播平台 后来成功成长成为 中国国内最火的带货直播平台 第三 你得益于你所签约的公司 每万公司 还有它的老板 对你的支持 对你的人设包装 对你直播间的运营 帮你搭建上下游供应链 这些种种 加上你所谓的努力 你才得以报复 得以在短时间内成为头部主播 直到现在 你怼的那些社会大众粉丝们 有多少人 有你这样的运气啊 有多少人能够踩中风口 进入高利润率的行业 能够在一生中遇到贵人 帮助和培养自己 你说 他们工资不长 就是不够努力 就是懒惰 无比努力 天天工作超负荷 不涨工资的人 有的是 他们就是差了你的那些机会 你的那些运气 或者他们的幸运 只是暂时没有到来罢了 那领导就是贪婪 公司就是业绩差 行业就是不景气 经济形势就是不好 潜规则 就是牢不可破 别提涨工资了 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以上 连保证不被裁掉 都非常困难 国货品牌不容易 国货品牌很难的 那我上面说的那些人 他们容易吗 话再说回来 纵使大家 没有每天工作15个小时 你说的那般努力 那般拼命 他都有他自己的千千万万个原因 你李佳琪管不着 大家觉得你卖的这个货很坑 不想买 你李佳琪也管不着 你就老老实实地把嘴闭上就行 在那里 以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 指指点点 你已经本末倒置了 你李佳琪 不是为了厂商去推销产品 而是要利用你的头部主播优势地位 为消费者争取到更多的低价好物 让来到你直播间的观众们 高高兴兴地买到那些他们自认为贪到小便宜的东西 仅此而已 至少你表面想要做到这一点 在9月9号晚上的那场直播当中 李佳琪的言论在当下就引起了网友激烈的讨伐 在李佳琪稍微冷静过后 他就开始了阴阳怪气的道歉 语气非常应付 咱们就做一些圆滑的人吧 好吗 不好意思 还能做一件事情圆滑 导致现在我完全就是什么都不能说 这话说的又把他的女助理震惊了很多次 李佳琪啊 什么叫圆滑 对粉丝叫圆滑 你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然后他后续啊 一直以极度敷衍的语气说对不起 对不起好不好 行 对不起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然后啊李佳琪开始为自己说话了 我可以不用工作了 但是他必须工作 是 这是我坐在这儿最后的意义 就是因为你们想让我们多陪一会儿 那我就坐在这儿唯一的意义了 这句话啊 又给了他的女助理一个暴击 最后的意义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因为 又来 诶 你可能会想 当当那个女助理呢 诶 因为这个时候啊 已经在介绍下一个产品了 上一个产品的女助理 已经逃走了 诶 诶 头 OK 这句话啊 这是我坐在这儿最后的意义 又让网友爆炸 说诶 你跟李佳琪 在那里直播 赚取高额的佣金 还好意思说得那么好听 包装成什么要赔粉丝 你的助理都听不下去啊 就是因为 我当时看直播回放的时候 我也是当场傻眼 诶 兄弟 你赔粉丝 你卖什么货呀 你怎么不淫私呢 后来啊 我看网友的评论 说现在的李佳琪啊 已经是一个老板了 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打工人了 OK 这个有点意思啊 于是我继续去搜了一下李佳琪现在的关联公司的情况 李佳琪的名下啊 关联了20家企业 其中12家具有实际控制权 有两家公司就在前两个月刚刚开设 公司设计的领域啊 包括企业管理咨询 文艺创作 组织文化交流活动 还有文化娱乐经济人服务 以及日用百货销售等多个领域 这两家公司啊 完全由自己和他的母亲李文力持股 完全独立于李佳琪的签约公司 万公司 李佳琪个人的商业帝国啊 已经出现雏形 OK 原来是这样 现在的李佳琪啊 不是要赔粉丝了 而是要赚更多的钱 养自己 养员工 养公司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在9月9号那场正义性的直播之后啊 他就被网友直接踢爆 连续好几天霸占微博这首榜 并且也进入了血崩式吊粉阶段 两天后 在他9月11日晚上的直播当中啊 他痛哭道歉 道歉完之后呢 就继续直播卖货了 所以嘞 马照跑 舞照跳 该赚的钱 还是要赚 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啊 需要让他停播以示惩罚 咱没必要要求啊 每一个人都像圣人一样 自私 傲慢 没有同理心 毕竟罪不自私嘛 还有一些网友啊 已总结出了一些他所谓的仇女言论 要搞他 这个也是有一点牵强和断章取义啊 让我想起了柯文哲 我觉得李佳琪啊 已经在这一次的事件当中啊 付出了代价 损失掉他的名誉和收入 所以就没必要落井下舌了 如果他未来再不老实 我们再批评他就好了 OK 李佳琪这个兄弟啊 有一项世界记录 在2018年的时候啊 他成功挑战 30秒 涂口红最多人数的吉利斯世界记录 成为涂口红的世界记录保持着 4个 这项无聊的挑战啊 是一家美妆品牌大理商 帮李佳琪办的 这一招呢 也成功的帮李佳琪做到了知名度 所以啊 建议这家公司继续 帮李佳琪办一个30秒内 掉粉最多的吉利斯世界记录 我觉得这个记录 比30秒涂口红最多人数啊 听起来要酷多了 你知道吧 一个字 绝 OK 这期影片就是这样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 我们下次再聊 拜拜